禁止零售商公开展示香烟的烟草修正法令实施一个月来 邻里商店首当其冲 有咖啡店茶水摊反应 香烟销量锐减两三成 穷桥咖啡酒餐商工会主席李嘉富说 政府接下来有一把合法吸烟年龄调高到21岁 将进一步冲击本地烟草生意 因为青少年吸烟者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一定要响应啊 没办法 我们在接洽中还不知道几十会实行 没加快了 应该是还要等一两年或者是两三年也不一定 卫生科学局表示 目前没有发现有任何商家违反条例